你到底是谁?你跟柳家什么关系? 我和柳家不过是场闹剧,已经结束了。 如燕,我以后不会再让他们欺负你了。 柳家情人太深,我母亲根本不是小三。 如燕,我知道你妈不是小三,我可以帮你。 你相信我? 我当然相信你。 我们俩认识才不到一天。 非亲非故,你为什么相信我? 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一切。 如燕,我能帮你证明你母亲不是小三,还能让你重回柳家。 我,我不稀罕柳家,只是我母亲这二十多年一直背负小三的妈咪, 我必须要为我母亲证明,拿回我母亲的玉佩。 明天柳家要举行北城金融中心商场项目的启动仪式, 他们宴请了众多的名流家族,我可以带你过去,为你母亲证明。 谢谢你。 梦雨,你等等我啊。 喂,周静豪,才能那几天就不认识老子了? 是虎哥,虎哥好,虎哥好。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? 虎哥,你再宽限我几天吧,等天到手了,我一定马上罚你。 三天,老子给你三天的时间,看不到钱,你就等着在江南市消失吧。 喂,虎哥,虎哥。 我问你这个富尔代,可上我过场就有钱人生活的救命稻草,一定要老老抓住。 哎,梦雨。 气死我了,气死我了。 卓一航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花园酒店的制作会员啊? 梦雨,你怎么跑那么快啊? 卓上,我刚刚情绪太激动了,有失礼,你可别怪人家呀。 哎哟,我怎么会怪你呢?要怪就怪那个废物。 提起那个废物我就来气。 他怎么有钱办理花园酒店的制作会员啊? 肯定是盗取了我们柳家的名义,真是不要脸。 好了好了,不要管那对肩负一负了,你那饶了好兴致。 卓上,我们现在的关系不明不了的了,我也没有个名分,你……。 哎哟,咱俩什么关系啊? 该睡都睡过了,更深入也都了解过了。 我这全身上下,还不都是你吗? 讨厌,明天我们柳家举办北城金融中期项目的启动仪式, 我们好准备把我们的电归仪式也安排一下呢。 哎哟,太好了,还是伯母会来的。 你放心,梦雨,我们卓家在江南市,可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。 你我喜结良缘,定是一段家伙。 能嫁给卓上这样的男人,也是梦雨的夫妻了。 到时候,伯父伯母可一定要一起来呀。 我爸妈都在农村,他们来干什么? 这不是给我丢的了吗? 哎,一定来,一定来。 走,梦雨,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 喂,万总,什么事? 柳上,柳家想预计我们万好酒店,我直接给你拒绝了。 好,我知道了,明天的万好酒店,不仅要预订给柳家,还要包给柳家,宴请江南市的所有大小家族。 好的好的,我马上安排。 你到底是谁? 柳燕,我是谁不住的,你要相信我可以帮你。 我相信你。 既然要参加这么重要的晚宴,那可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。 打扮打扮,我不会啊。 我有办法,走。 还是俊豪有面子啊,你看,包下这么大的万好酒店。 可不是嘛。 哲畅,以后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。 嗨,都是一家人跟我还客气什么呀。 今天可是北城金融中心的项目启动仪式,又是我跟梦雨的好日子,可不得办得气派些吗? 爸,妈,俊豪还宴请了全城大大小小的家族呢。 相信过了今天呀,我们柳家并能在江南市有立足之地呀。 我们柳家终于要飞升了。 柳家主,我可要恭喜你,拿下来国贸中心的商城项目。 以后,我们赵家可仰仗于你们柳家咯。 赵总啊,哪里话呢,好好说,好好说。 赵总,你太客气了,你能来赴宴啊,是我们柳家的荣幸。 快里边请。 里面请。 你看看人家柳梦雨的手段。 今日自有天生,我看这柳梦雨啊,今天定要闹出什么幺蛾子。